这个 是我从你府邸里偷出来的 程主随我到宅子里 我跟你解释一切 你 这是建了一栋外宅 供奉我爹 还跟我爹的排位喝酒 这里就是程主的宅子 程主在生前 在各地都建有这样的宅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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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城主的遗诏 命臣誓死捍卫 所以你说的城主 是我爹 说的什么呀 听不清啊 我们征战三载 战施军前半死生 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做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城主的位子 只是为了城主 原来他说的城主 是我爹 逛街哪 走来走去的 你不烦我还烦了呢 城主 臣来是想问 是否惹城主不快了 自信点 把否则去掉 臣就是来告罪的 别跪 别跪 搞得跟我要家暴你似的 君臣之礼不可费 臣当日强行嫁入城主后宫 是为了以军后的身份 帮城主轻军策 除宁臣 未曾料到竟惹城主不快 还请城主责罚 你的不是 只有这 还有 臣探功冒进 不惜以城主为二 让城主万斤之躯受死 还有呢 臣 臣袭意不惊 振钱受伤 拖累成主 实实无能 你是无能 你仔细想想 你驾驭我之后都干了什么 该干的不干 不该干的你全包懒了 臣懂了 你终于开窍了呀 你转发弃整个人